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榴莲味的 那我出去吃吧 在这儿吃了 没事 我现在对这个榴莲味已经免疫了 那你尝一口 那还是不必了 那你还是不喜欢 我当然不喜欢了 那你为什么要做榴莲蛋糕 因为你喜欢 我听张医生说 他 调到急诊来了 是不是 说实话 还挺不适应的 这两天 进我手的病人 就已经走了三个 还有一个 因为白草铺中毒 现在正躺在病床上 你别看他现在好好的 可能到了明天中午 他的肝脏就会开始衰竭 紧接着 就会出现肺炎 肺不脏 肺水肿 或者肺不纤维花 最后 被活活地憋死 直到死 病人的意识都是清醒的 真正的 喝饭吧 一个只有活在病例的没有 有 可是极少极少 主要是看病人服用的 时间和剂量 如果少于十毫升的话 并且即使洗胃 即使血液灌流 再加上自己个人的一点运气 可能 也只是可能 还会有最后一线生计 那你现在的这个病人 最后不想到 那你现在的这个病人 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说 他为什么要自杀 喝了多少 多长时间 他什么都不肯说 他爸爸也都说不清楚 如果真的喝了很多的话 就没有必要抢救了 可是万一呢 万一他只是喝了一点 万一还有救火的机会呢 他只有十八岁 十八岁这么好的青春年华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长得很可爱 而且才刚刚入大学 也很漂亮 人缘又好 就是和同学吃了一顿饭 聚了个餐 晚上回家就开始喝毒药 你说